平川说电竞,天天聊没收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ly和FQQ的比赛 这是双方的第二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Fly随机到了亡灵 击败了FQQ 第二场比赛Fly随机到了人组 我们看一下Fly的人组实力如何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 为地都是CH隐秘之球 Fly出生在地图的左下角 颜色是红色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右上角 蓝色的人组FQQ 那FQQ的话暂时还不知道Fly的一个种族 一上来的话又是后造祭坛 那选择中立开 FQQ这一名玩家很少用常规打法 大部分都喜欢中立开 或者是用一些冷门型的英雄 那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人组打人组 一方面考验FQQ打职业选手的能力 另一方面考验一下Fly的人组实力如何 第一场比赛我们见证了Fly的亡灵 还是非常不错的 打得非常的刚 好,上来Fly直接自爆家门 这盘我是人组小王子 首发英雄方面 Fly选择的是山丘之王MK 我们看一下FQQ的话 基地这边的话 祭坛造好 看一下选择是什么中立开 好,现在小步兵已经就好位了 诶,到底是哪边买呢 这边有个步兵 那这边也有一个步兵 人组山丘之王 这边Fly山丘之王走出祭坛 上来的话乔民兵 诶,直接要打架吗 还选择练几 好,上来的话直接练这个地精实验室 FQQ选择的话 还是一个TK地精修补将的一个手法 上来来一下一个口袋工厂 回来这边当着别人的面硬裂吗 先把小泥仑给干掉 然后来一个围杀 这一步差点围住了 好,一个锤 那看一下家里的这边的部队够不够 好,FQQ都卡了一下位置 那TK还是操出升天 那这一波F 这一波的话Fly强行围杀 会不会亏呢 这一波还是没有围住 那接下来Fly的话练几 练得很伤 没有围住对方 主要是 那接下来看看双方的一个选择 这边FQQ家里开始升2本了 Fly的话暂时还没有升 那看他这个打法的话 真的是强围 好,终于终于围住了 不容易 那这一波先把TK赶跑 那三球之王终于可以安心练一波级 地金修不将回家 找机会应该也是练练级 练一下自己的分矿 好,家里民兵敲出来 敲了6个民兵 哎,这边没有造商店 造的是一个伐木场 那回头去温泉泡一泡 好,来练一下门口这个点 打了一个纸环 我们看一下地金修不将能打一个什么装备 这一波分矿练完可以直接到二 二级的话去温泉泡一泡 又可以找机会去骚扰一下Fly 好,到二级 我们看一下这个五级 五级财劳人能掉一个什么装备出来 哎,闪避护服 山丘之王第二个点也是选择练分矿 家里民兵敲出来 这一步练完的话 山丘终于可以到二了 但是现在部队状态练的有点差呀 商店要找机会赶紧敲一下 主观这边开始敲商店 FQQ的话买了个鞋子 买了个单船 到二级找机会去泡个温泉 又可以开始骚扰了 哎,家里又开始敲民兵 又想继续练级 那他还是先把TK练到三 TK一到三的话 放二级的口袋工厂 那这骚扰能力确实有点强 好,民兵敲出来 低筋实验室一裂 看一下这个六级石头来 能不能掉一个神装 弗莱选择开分矿 哇,开分矿的话 意味着科技要落后非常的多呀 而且FQQ正好是一个极限科技流 那感觉这一局弗莱被克制了 六级石头来倒下 感觉这一波能掉一个什么装备出来 大无敌,大无敌一掉 看TINK是直接去骚了呢 还是找机会去泡泡温泉 回来的话 两个小步兵已经在泡温泉了 再练一下这边的小乌龟 小乌龟一练 山丘之王到三了 那这一局山丘之王练的效率还可以 基本上和TINK差不多 回来侦察意识不错 派了一个步兵去对方分矿看一眼 那回来分矿刚刚好 这边地精修补将 任一个二级口袋工厂呀 啊,这个分矿刚造好 直接又被骚了 山丘之王目前状态有点好 看看能不能杀一下英雄 步兵不是很多 民兵敲出来 找机会看看能不能围杀对方英雄 好,第一时间先把分矿这个塔给处理掉 塔处理掉之后 TINK这身上的蓝有点多 后续可以源源不断的放这个口袋工厂 山丘之王 回来这边前期资源 确实人族开分矿 要求这个运营能力很强 尤其是这个资源配置 那目前分矿刚开 还没有回收出来 家里步兵 好,温泉泡着差不多 两个步兵回来 这一步看看能不能围住 没有围住呀 现在TINK有鞋子 很难围 分矿的塔被打掉 那这个分矿要拖非常多的时间了 山丘之王 第一时间还是先把这个口袋工厂给处理掉 口袋工厂不处理 这边小弟经各种自爆很难受 看一下科技情况 FQQ已经升三本了 三本的升三本的时候放下了施旧龙 回来这边二本还没有升 但意识到自己的科技落后有点多 开始补补一些塔 这一波打下来的话 弗兰勉强还是把分矿给守住了 但是资源确实资源是一个短板 一直的话没有什么正收入 农民死的有点多 分矿的话还是要继续补塔 山丘之王这没有鞋子 追对方英雄肯定追不到 那蹭一个步兵好吧 哎呦这 这一个绵羊卡了一下山丘之王的位置 你敢信吗 这个步兵刚走 这个绵羊就过来 好一个锤不想追了 一个锤锤 一个二级锤 锤了一个一身血的步兵 没办法再追下去 时间来不及了 另外一边FQQ的话 单传到前线 你山丘之王还没有回来 我TK 迪金修补将又已经到前线了 口袋工厂再一次放下 哇 这一波骚扰 源源不断的骚扰的话 山丘之王有点扛不住啊 主框现在暂时是一个塔 分框的话能守住吗 小地金又开始爆 能把塔给造起来 好顺塔马上要好了 这一波两个小地金 农民要赶紧修一下 哎呀差一点好啊 还是没有修好 那这一波塔不起来的话 分框永无宁日 哎呀这一波 一个锤一个锤 哎呦 升的是敲地板 敲一个地板 先把对方步兵的血量消耗一下也还可以 不过这边分框农民死的差不多了呀 低金修补将升到了四级 那后来还是要找机会把分框给造好 哎两个步兵一伸的血过来操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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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赶紧往里面拉扯一下 好 好 终于开始升二本了 那步兵血量有点少赶紧补一步 补补慢聊 另外一边 这边FQQ三本已经好了 师救已经开始造了 哇 那这师救一出来的话 弗莱应该没了呀 这分框又开始来骚了 哇 FQQ的听客 果然是非常的烦 那这一波FQQ呢 应该可以把对方逼回去嘛 对方的话有回尘有无敌 那还是踩一下地板 先把对方的步兵给消耗掉 步兵消耗掉之后 再找机会秒对方英雄 分框手一手 呦 这些小低金又把农民给处理完了 来 主框赶紧疯狂的买塔 先再补两个塔 三个塔 看能不能守住 三个塔 但是对方龙音师救一出来 塔的数量 管不了什么事呀 三九之王 终于升到了四级 分框继续补塔 那弗莱这一波已经意识到 哎呀 没了 即将九分半 那这个时候应该预感到 对方这个科技进度 尤其是弗莱一直没有给对方压力 对方英雄一直在骚扰 好 十九的话 看看已经出了几个了 已经出了两个十九了 其他十九还在建造当中 来看看这一波选择要硬扛一下 分框 分框应该是守不住了 主框的话赶紧多买点塔 找机会看看山丘之王能不能练到五级 过来练一下这个低金实验室 低金修补价一直过来搞帅 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有鞋子的话你又追不到他 这边 FQQ找机会开一下自己的分框 十九来到了 弗莱的分框 弗莱的分框 塔起不来 那这一波分框要沦陷 分框一沦陷的话 主框也应该是不久了 六级十短倒下打了一个吼叫转轴 野生光环 那步兵这个状态 呜呜 赶紧回家吃个慢了 现在FQQ已经三个十九到了前向 第四个十九马上赶到 家里的话还在补十九 龙鹰的雾也在升级当中 雾一升好的话 那这些主框的塔也不管事 这一波Fly是真的没了 步兵状态补一补 山丘之王现在是四级半还不到 但十九已经开始起脸了 好 口袋工厂扔一下 幸好这个塔还能打到一下 先把商店给处理掉 商店一处理的话 山丘之王后续没有补解 会非常难受 一个锤先消耗一下停客 步兵想过去 终于开始找机会去FQQ家里搞点事 不知道有没有升好顶盾 升好顶盾的话 骚扰了一下 把对方农民稍微处理一下 已经修补将 身上有难有无敌 十九开始操作一下来 先把农民杀一杀 找机会点点塔 不然二本好了 补了个十九龙 要开始出荣因了 但资源确实非常的难受 主要是分换 一直是负负收入 一直是亏亏亏 山丘之王想追对方 追方跑 对空武的话又打不了 那现在十九开始杀农民 杀完农民之后 然后再拆你的这个塔 停客升到了五级 好 现在是五个十丘 两轮一个塔 两轮一个塔 已经升好了 那弗莱 打出了KK 我们恭喜FQQ啊 这一局的话 FQQ算是爆了第一局的仇 但也可以看出来 FLA的人组 确实开矿的话 资源配置不是特别的好 好 喜欢本场比赛的朋友 记得点一步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